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曲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历史人物 叫做孙之蟹 我担保决决决决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OK 这个人呢 他其实是不出名 但是他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就是 大家都知道 以前清朝的人 都要留鞭子的 不管你是满人还是汉人都一定要留鞭子的 你如果没有留鞭子你要被砍头的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样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清朝的人要留鞭子呢 而清朝的 汉人留鞭子的这个典故呢就是来自这个孙之蟹这个人 OK 我把时间 打回去 这个明朝末年 也就是清朝 刚刚 入关 占领了整个 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呢 清朝的皇帝呢 是一个 六岁的 孙之皇帝 只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呢 这个 他的 素数 叫做多尔滚 就是 摄政王 其实 孙之呢 他那时候 只是六岁 没有 清政 所有的 朝政的都是交给他这个素数多尔滚 处理 而这个多尔滚呢 他本身是很厉害的人 是一个战争来的 他打仗了是百战百战的 OK 然后呢 他同时呢 也是这个孙之皇帝的妈妈 孝庄皇后 还有这个大育儿 他名字叫大育儿 他的皇后名字叫孝庄皇后 这个多尔滚也是这个孝庄皇后的老相好 OK so 呃 这些都不重要 重点就是呢 时间来到了这个清朝呢 已经 平定了整个中国 把整个中国纳入了这个清朝的版图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在 北京那边 这个多尔滚呢 跟正顺志呢 就入主了这个紫禁城 然后这个北京 继续作为整个中国的这个 都城 好 然后那时候呢 这个多尔滚呢 他就要上早朝嘛 他就在北京的紫禁城皇宫里面上早朝 好 然后那时候呢 在他大殿的前面呢 有两排官员 啊 左边这边的官员呢 全部是 汉人的官员 右边这边是 满人的官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要知道呢 清朝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很少人很少人罢了 他如果要治理 弱大的中国话他自己满人根本是治理不来的 所以他需要呢 啊继续用回了很多的以前的明朝的官员 啊 所以呢 就他的朝廷上的有一半是这个明朝的官员 啊尤其是文官 明朝官员其实多数是专门做文官的 五官呢 就清朝人自己可以处理啦 OK OK 然后呢 因为 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要知道啊 清朝人跟明朝人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OK 啊 那时候的清朝呢 还没有汉化 啊 我们后期所知道的是啊 那种 啊 前隆皇帝啊 雍正皇帝啊 那种很后期皇帝已经是汉化的了 但是实际上呢 刚刚开始清朝刚刚进来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汉化的 所以呢 清朝跟 这个汉人呢 文化上是格格不如的 无论是 服装 法型 啊 连语言啊都是不同的 啊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种族 啊 所以呢 在这个 紫禁城的这个皇宫的朝廷之上呢 你就会看到 他左边的全部是 汉人官员 还是穿着明朝的官服 然后呢 头发还是留着长发 啊 然后戴着一个罐 啊 然后呢 右边那边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种 清朝僵尸装 啊 就是 戴着一个 啊 黑色 红顶帽子 啊 然后穿僵尸装 你知道咯 然后后面留着一个长长的鞭子 啊 OK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 多奥捆呢 其实呢 对于这个 汉人的 发型跟 服装呢 没有什么意见的 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他才刚刚拿到整个中国的江山 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去处理 啊 谁这样得空去管你穿什么衣留什么发型 啊 OK 这时候呢 在 汉人的官员里面呢 就出来了一个孙之谢 啊 这孙之谢呢 他呢 很急于的要讨好这个清朝 也要讨好这个多尔滚 啊 这时候呢 他就做了一件很出格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本来是汉人的官员 他本来是留长发穿 明朝的官服 啊 但是有一天 他来到朝廷啊 他整个pattern 换蓝一星 怎样呢 他 把他的头发 啊 结成辫子 啊 而且他那时候他的头发是剃掉 然后跟满人 满人一样 有那个辫子 然后一样带那个 啊 官帽 就是那个 红顶 黑色的官帽 然后呢 穿僵尸装 啊 然后他就 进到了 这个 大殿 然后我刚才说吗 左边是 汉人官员 右边是满人官员吗 然后呢 他就 走过去 满人官员那边 因为呢 他认为 哦我今天呢 我跟你们留了一样的发型 啊 我跟你们穿了一样的 这个僵尸装 这样我今天我就可以加入你们了吧 我不要做汉人了 我要加入你们做满人 然后那时候呢 那些满人的官员看到他就 嘿嘿老大老大 啊 啊我们从来没有成人扣你是满人啊 你自己要换衣服你自己要换发型关我们什么事 你还是回去 你汉人那边站啊 sorry啊 不要站我们这边啊 然后这时候这孙子谢就没有办法咯 他就只能灰头堵脸的 过去 啊 汉人那边 然后 你要知道他这时候他已经换了 这个僵尸装还有留了辫子了 啊 他去到汉人官员那边汉人官员全部看到他吐口水说 哎 你今天穿到这样我们哪里敢让你站在这里哦啊 你还是过去对面吧 所以呢 他就变成了一只蝙蝠这样 在中间 啊 不左不右啊 怎么办 OK这时候呢 多尔滚来了 上吵了 啊 然后 多尔滚呢 就看到他一个人站在中间 啊 左边是汉人官员右边是满人官员中间一个孙子谢 他就很好奇哦 啊 啊 哎 孙子谢 你怎么站在中间呢 啊 啊 哎 孙子谢 没有道理呢 我们呢 还继续让这个汉人呢 啊 继续穿回明朝的官服嘛 啊 然后继续留着明朝的长发嘛 不像话 啊 我们要显得我们大清的威严啊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强制 啊 所有的中国人 尤其是汉人 必须要跟满人一样 必须要穿满人的衣服 然后呢 留满人的辫子 啊 然后多尔滚那时候呢 也是说 哎不错这个建议有去有去 我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了 但是你这个建议我觉得听起来蛮爽一下 好 准奏 接下来 就这么做 然后之后呢 就发起了 这个全国的替发续边的运动 就是你可以想象 弱大的中国 然后 这个清朝的官兵呢 去到每一个地方 避着那个地方的人 必须要 剪掉头发 然后呢 要续那个扁 你不要以为 那时候的清朝的 剪发续边啊 是我们平时在戏里面看的 还写了 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难看的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 啊 清朝的遍子呢 有三个时期 前期 中期后期 前期跟中期是很难看的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你可想而知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身体发福受之父母 OK 当你要强壮中国人的 家定跟扬州呢 这两个城市呢 家定了就经历了三次的屠城 扬州十日就是 清朝的官军呢 在这个扬州呢 就是 烧杀 掳掠 十天 然后呢 这两个地方 雪 流成河 OK 死了很多很多人 OK 所以呢 这两件事情过后呢 家定山图跟扬州十日过后呢 就没有 中国人 再敢反抗这个 遍子的事情了 所以就乖乖的 替发 去遍 OK 所以 这个家定山图 还有这个扬州十日 大家如果有看陆顶记了 你们应该 还记得这一句话 就是 韦晓宝呢小时候遇到康熙的时候呢 他就很喜欢跟康熙讲 他听来的故事 他天桥底听来的故事 就是讲那些家定山图 扬州十日 啊 里面就有提到这个东西 OK 然后 我们来讲一下孙之谢的结局了 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一系列的产案 都是孙之谢搞出来的 要不是孙之谢当时 这样来提议这个多尔滚这个 替发 序编的话呢 很可能到了最后的多尔滚也没有想到要把 汉人呢 跟满人通话 OK So 现在讲到孙之谢的结尾啦 就是呢 呃 过了若干年后呢 这个孙之谢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后被罢官 啊 然后呢 他就回到他老家 然后 这么说 他回到他老家的时候呢 这时候又 意义上了地方上的叛乱 因为呢 初期清朝呢 在中国的统治还不是很稳定 也是到处爆发叛乱的 他回到他老家 山东那边呢 刚好又爆发了叛乱 结果他就落在叛军的手里 那些叛军呢 看到这个孙之谢呢 是咬牙切齿啊 啊 为什么 因为 大家都知道 这个替发序编就是孙之谢搞出来了 啊 然后 家定山徒 扬州十日死的 这样多人 也是这个孙之谢搞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 中国人啊 争三百年都要替发流编 就是 这一个孙之谢搞出来了 所以你叫那些叛军怎样不恨他入骨 啊 结果 他怎样处理他呢 啊 场面有点血型了 啊 就是呢 他就抓着这个孙之谢说 你很喜欢帮我们替发序编是吗 好 我现在就帮你来执法 啊 就是重头发 怎样执法呢 就是 他在他头皮 这样 啊 敏感之我不能说了 然后呢 把头发 重进去里面 啊 然后 他整个身体是大些吧 怪那种啊 OK 他到最后就是这样禅食啊 OK 所以 纯之谢的结局就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呢 我这个视频呢 就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啊 这个 清朝人呢 为什么要留鞭子 啊 而在整个清朝呢 都广为流传一句话 就是呢 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 啊 因为我刚才说嘛 明朝的人是留长发的嘛 啊 如果你想要留长头发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留你的头啊 你的头就要 啊 分家啊 如果是 留头 就不可以留法 你就必须要绑鞭子 啊 OK 说 讲到最后了 为什么我今天会突然间讲这个东西呢 大家一定很好奇啊 OK 所以我其实我就想讲一下这个孙子谢呢 现在后人对他的评价了啊 我们这些正常人呢 啊 我们当然是很不齿这个孙子谢的所为的 啊就认为呢 这个孙子谢呢 当初 多滚都没有 啊 下令 大家都要 穿这个汉人 满人的服装 还要这个 替发序鞭 他自己自动自发跑去做 啊 然后呢 还要 脱买整个中国的汉人下水 啊 OK 所以我们非常的不齿这个孙子谢的行为 啊 还连累了这么多人 啊 但是呢 今时今日呢 啊 还有一些人是与众不同的啊 从他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他可能认为呢 这个孙子谢呢 其实是无辜的 啊 为什么 啊 他的观点比较特别一点啊 就是说呢 呃 因为这个孙子谢呢 他当初是属于自愿的性质 穿上僵尸装 啊 啊 替发序鞭 他是自愿的 没有人强必打的 啊 所以呢 呃 他是无辜的吗 人家是有自由的吗 人家自愿做这件事情的吗 你怪他什么 啊 如果呢 啊 是呢 曹廷呢 逼这个孙子谢 你现在当场跟我替发序鞭 当场跟我换上僵尸装 啊 这样的话呢 就有大罪了 啊 这样就不行 啊 所以呢 孙子谢呢 因为他是自愿 穿上僵尸装跟替发序鞭 所以 他是无罪的 他是无辜的 我还要赞他是英雄 哦 这些是比较与众不同的想法啦 啊 所以 啊 当然 绝对不是我们这些正常人可以想象到的东西啦 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